爱总是夜以继日 无休无止 招子和她的初恋鸟居脉 相识于一个摄影展 两人磁场相合 并迅速确定了关系 鸟居脉带她去见了自己的房东 钢琪 恰巧招子与她同一个大学 随后 招子的朋友春代赶来 或是命中注定班 四人在冥冥之中 既是相识的 春代多次和招子说 鸟居脉不适合她 但是招子认为自己很喜欢她 并不以为意 两人深深陷入热恋之中 即使当鸟居脉骑摩托带招子出去 中途遭遇车祸 也并未引起二人的关心 甚至躺在路边拥吻 一天 朋友四人来到钢琪家 晚饭后聚在一起聊天 鸟居脉说 自己去买明早吃的面包 但一夜未归 招子很是担心 慌乱中 看到鸟居脉出现在楼下 招子哭诉着自己的担忧 鸟居脉向她保证说 自己不论在哪 最后一定会回到她的身边 然而半年后 鸟居脉说出门买鞋 却再也没回来 两年多后 在东京一间咖啡馆工作的招子 来到旁边公司取走咖啡壶 看见了和鸟居脉 外形几乎一样的亮屏 招子将她误认成鸟居脉 她一边不可抑制的向她靠近 一边又竭尽全力的远离她 作为朋友的真师 看出招子对亮屏的冷淡 也尽力缓和两人的关系 又或许是她对亮屏 也是有些微情素在的 也常常找她出来 后来 正师邀请亮屏 带自己的朋友来家中做客 尝试招子最拿手的大板烧 亮屏带自己的同事串乔 来到招子家中 招子在厨房准备晚饭 其余人在看施真演的剧 串乔不认同施真的表演态度 认为这样的情感表达很廉价 何时争起了争执 最后在招子与亮屏合力下劝和 真师新话剧上演 她把票送给了亮屏和招子 招子为了躲避亮屏 要了白天的票 演出当天 亮屏来到影院 并未发现招子 突然发生地震 演出不得已终止 亮屏走在人头永顿的街道 一眼就看见了满脸担忧的招子 招子向她跑来 扑进怀中 两人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 最后确定了关系 时间一转来到五年后 似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变好 招子和亮屏生活在温馨的家中 还养了一只猫叫人丹 就连当初吵得不可开交的真师和串桥 也走到了一起 并且也有了宝宝 当年那场地震 对东京虽然影响很小 但是东北却很惨重 招子和亮屏有时会去那边 帮村民卖海鲜 陪他们聊天 归家途中 亮屏开了很久的车 招子也醒了过来 并问她下高速了吗 是不是要到家了 亮屏忍着疲惫安慰她 直到回到家中才放松自己 招子也因亮屏这份贴心感动不已 一天 招子和亮屏去逛街 偶然遇见春代 春代看到亮屏十分震惊 在亮屏离开之后 招子向她解释自己是真的喜欢亮屏 与鸟居脉无关 而春代也告知她 鸟居脉现在已经是一名模特 并且即将出演电影 几人又来到招子家聚会 途中 亮屏和串桥出去买烟 闺蜜几人闲聊 招子说道 自己曾与鸟居脉相恋 真是非常惊讶 并问她亮屏是否知道 招子说自己正有打算告诉她 聚会结束后 亮屏说公司打算将她掉到大阪 并询问招子意见 招子很支持她 同时也说起自己和鸟居脉的恋情 以及自己初见她时 将她误认成鸟居脉 亮屏表示 自己两年前就已经知道了 甚至说 自己应该感谢和鸟居脉长的相 不然自己可能就是招子生命中的路人了 在离开大阪前 招子去找了鸟居脉 但却没有见到她 只是在她的车后面挥手 向她说再见 两人来在大阪找了一个新住处 一天 亮屏因事晚回家 招子一人在家 奇料 鸟居脉竟然找来 和她道歉 并想带她走 招子心生慌乱都回家中 自那日 招子就心事重重 在鸟居脉和亮屏之间摇摆不定 直到朋友间一次聚会 鸟居脉再次出现 这次 她再次提出带招子走 思虑多日的招子 决定跟鸟居脉走 两人坐上车 不顾亮屏与朋友的阻拦离开 鸟居脉开车 打算带招子去背海盗 途中 真实打了电话 想劝她回来 招子决心想和自己 心心念念几年的初恋离开 拒绝了她 并切断了一切联系 清晨 醒来的招子 问鸟居脉下高速了吗 鸟居脉的回答 让她不禁与亮屏对比 发现自己对鸟居脉 只是当初不告而别的执念 对于亮屏 才是真实的喜欢 招子放弃了 和鸟居脉继续走下去的念想 她想回到大阪 挽回亮屏 当招子再次回到 曾经和亮屏的家中时 看到亮屏 并对她诉说 自己真实的心意 但是此时的亮屏 并不打算原谅她的背叛 对她说 猫已经扔掉了 逼迫她离开 担心灰衣冷的亮屏 看到招子冒着大鱼找猫时 也终是不忍 将她带回了家 电影的最后 是招子和亮屏 一起看向远方的开放式结局 不知道两人最终 是否重修于好 我以为 在一段感情中背叛 是最不可容忍的 即使真心回过 在往后的余生中 也终是两人心中 不可直面的伤疤 就像亮屏说的 我肯定一辈子 也无法信任你了